循子荣辱偏,交谢者,人之秧也,谢与谢同,满也,秧,祸位,公俭者,并武兵也,并,当位平,阙也,说文有并字,并,俱也,与此亦不同,并,房正反,虽有割毛之次,不如公俭之力也,言入人身,故与人善言,暖于不薄,伤人之言,身于毛己,故薄薄之地,不得屡之,非地不安也, 微族无所屡者,凡在言也,伯伯,为庞博广大之貌,微族,侧族也,凡,皆也,所以广大之地,侧族无所容者,皆有以言害身也,巨图则让,小图则待,虽欲不紧,若云不始,待,近也,凡行前远而后近,故近者亦后之意,为行于道图,大道并行则让之,小道可单行则后之,若能用意如此,虽欲未不紧静, 若有物质而不始之者,如行曰道图不争嫌异之力,快快而亡者,怒也,似其快意而亡,由于愤怒也,查查而残者,至也,至名查而见伤残者,由于有致害之心也,博而穷者,滋也,言辞便博而见穷促者,由于好悔滋也,轻之而于卓者,口也,欲求其轻而于卓者,在口说之过,未言化其实也, 或曰截其身则自轻也,但能口说,思于卓也,于,独未欲,幻之而于己者,交也,所交皆非其道,则必有患难,虽时除幻而更及也,故上偏云劳卷而容貌不枯,好交也,便而不说者,争也,不说,不为人所称说,或独未月,直立而不见知者,盛也,直立,为己知人取,盛,为好盛人也, 连而不见贵者,贵也,贵,商也,克己太过,不得忠道,故不见贵也,勇而不见淡者,贪也,贪力则委屈求人,故虽勇而不见淡,信而不见敬者,好团行也,团与专同,专行,为不度是非,好妇言如白公者也,此小人之所物而君子之所不畏也,斗者,望其身者也,望其亲者也,望其君者也, 行其少请之怒而丧终身之躯,然且未知,视望其身也,家世利残,亲戚不免呼行路,然且未知,视望其亲也,盖当时尽斗杀人之法陆及亲戚,狮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,以为民伤,斗,则以亲戚训一言而不顾之也,君上之所恶也,行法之所大禁也,然且未知,视望其君也,忧望其身,遭忧患行路而不能保其身,视忧望其身也, 或曰,当未下望其身,悟未下,又下转悟未幽自耳,内望其亲,上望其君,是行法之所不舍也,圣王之所不畜也,如智处虎,如不远游,不望其亲也,人也,忧望其身,内望其亲,上望其君,则是人也而曾治之不弱也,凡斗者,必自以为是而以人为非也,几成是也,人成非也,则是几君子而人小人也,以君子也, 于小人相贼害也,忧以望其身,内以望其亲,上以望其君,岂不过甚已哉,是人也,所谓以胡腹之歌逐牛时也,时人就有此语,欲以贵而用于见也,胡腹,地名,史记五辈曰无王兵败于胡腹,徐广曰良,当之间也,盖其地出名歌,其说未闻,管子曰赤游为庸胡腹之己,胡腹之歌,其尽此邪 竹,刺也,知欲反,故良见未知蜀陋,亦取其利也,或独竹未卓,将以未至邪,则于莫大焉,将以未利邪,则害莫大焉,将以未容邪,则辱莫大焉,将以未拦邪,则未莫大焉,人之有斗,何灾,我欲蜀之狂祸疾病邪,则不可圣亡有诛之,蜀,脱也,知欲反, 我欲蜀之鸟蜀祸祸,则又不可,其形体诱人,而好恶多同,是其形体则有人也,其好物多与闲人同,但好斗未也,人之有斗,何灾,我甚丑之,其或如此,何谓斗也,有智之勇者,有假道之勇者,智勇于求实,假道勇于求财,假因谷,有小人之勇者,有是君子之勇者,小人勇于豹,是君子勇于义, 言人有此数勇也,争饮时,无连耻,不知是非,不辟死伤,不畏众将,某某然唯利饮时之见,是智之勇也,辟,独未必,某某,爱欲之貌,方言云谋,爱也,宋,鲁之间约谋,畏势力,畏势吉利也,畏,于违反,争获财,无辞让,果敢而振,猛贪而利,某某然唯利之见,是假道之勇也,振,动也,利,乖背也, 春秋宫阳传约,魁秋之会,还宫阵而今之,何修云,抗阳之貌也,轻死而报,是小人之勇也,义之所在,不轻于权,不顾其利,举国而与之不畏改逝,众死迟矣而不饶,事事君子之勇也, 虽众爱其死而直截迟矣,不饶驱以苟生也,如行约爱其死亦有待也,调者,扶阳之于也,调,于明,扶阳,为此于好,扶于水上就阳也,金字书无字,盖当未罢,说文云及瞻尾罢罢字,盖调于一名调罢,庄子于惠子游于豪梁之上,调于出游,事意扶阳之意, 或曰福阳,渤海献明也,调阴愁,罢,不莫凡,去于沙而思水,则无歹以,去与去同, 养子云方言云区,去也,其,照之总于,去于沙,为施水去在沙上也,庄子有去借偏,亦去去之意, 挂于患而思紧,则无意义,人亦犹于也,自知者不怨人,知命者不怨天,怨人者穷,不自修者,则穷破无所出, 怨天者无智,有智之事,但自修身,欲欲不欲,皆归于命,故不怨天, 施之己,反之人,岂不于忽哉,于,施也,反,则人也,荣辱之大分,安慰利害之常体, 先义而后利者荣,先利而后义者辱,荣者常通,儒者常穷,通者常至人,穷者常至于人, 以受至于人,是荣辱之大分也,其中虽未必皆然,然其大分如此矣, 财阙者常安利,荡汉者常危害,财阙,未财性圆阙也,荡汉, 以解于修身偏,安利者常乐意,危害者常悠闲,乐意,欢乐平易也, 是所谓凯替者也,乐意者常受长,悠闲者常妖者,是安危厉害之常体也, 以大律也,福天生争民,有所以取之,言天生众民, 其君臣上下职业皆有取之道,非其道,所以拜之也, 至义至修,得行至厚,至律至名,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, 至即也,言如此,是乃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之道也, 正令法,举措时,听断弓,举措时,为兴利益不夺农时也, 上则能顺天子之命,下则能保百姓,是诸侯之所以取国家也, 至行修,灵官至,上则能顺上,下则能保其职, 是士大夫之所以取天一也,寻法则,度量,行辟,图吉,度,耻障, 良,斗虎,行法之书,左侍撰曰,先王义士已至,不畏行辟, 图,为摩写土地之行,即,为书其户口之术也, 不知其义,谨守其术,甚不甘损益也,若至所然, 父子相传,以吃王公,誓传法则,所以保持王公, 淫王公赖之以为智者也,是古三代虽亡, 智法犹存,是官人百利之所以取禄之也, 孝帝圆雀,取禄吉利,以顿比其事业而不敢怠傲, 是庶人之所以取暖衣宝石,长生久世,以免于行路也, 取语居同,居禄,为字简术也,吉利,为肃利而作也, 敦,厚也,笔,亲也,言不敢怠惰也, 是邪说,文间言,为以事,以,以解上, 以事,怪异之事,淘淡,突道, 淘当为淘雾之淘,玩淫之冒,突,灵突不顺也, 或曰淘当为淘,隐匿其情也, 替,汉,骄,报,替与荡同,以偷生反侧于乱世之嫌, 是奸人之所以取微如死刑也, 其律之不深,其则之不谨, 其定取舍护蛮蛮,是其所以为也, 小人所以为亡,由于纪律之师也, 护,恶也,为不兼顾也, 财性之能,君子小人亦也, 好容恶如,好利恶害,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, 若其所以求知之道则亦矣, 小人也者,即未淡而欲人之信即也, 即未诈而欲人之亲即也, 禽兽之行而欲人之善即也, 律之难之也,行之难安也, 持之难力也,律之难之, 为人难测其奸诈, 行之难安,言以颠覆也, 持之难力,为难服持之也, 成则必不得其所好, 必欲其所恶焉, 虽使奸诈得成, 亦必有祸无福, 故君子者,信矣, 而欲人之信即也, 忠以,而欲人之亲即也, 修正至便宜, 而欲人之善即也, 律之易之也, 行之易安也, 持之易利也, 成则必得其所好, 必不欲其所恶焉, 事故穷则不隐, 通则大明, 不隐, 为人不能隐蔽, 身死而明明白, 白,张明也, 小人莫不严谨举种而愿约, 知律才性, 故有以贤人矣, 愿,游牧也, 贤人, 未贤过于人也, 夫不知其余己无以异也, 则君子注措之当, 而小人注措之过也, 注措, 未所助亦错驴也, 亦与错之亦同也, 故熟察小人之之能, 足以知其有余, 可以为君子之所谓也, 辟知悦人安悦, 楚人安楚, 君子安雅, 雅,正也, 正而有美德者未知雅, 施曰,便比玉思, 归非提提, 玉思,雅鸟也, 是非之能才性然也, 是注措习俗之节亦也, 习俗, 未所习风俗, 节, 限制之也, 仁义得行, 长安之树也, 然而未必不威也, 无满, 突盗, 长威之树也, 然而未必不安也, 满当未慢, 慢已无也, 水冒无畏之慢, 庄子云北人无则曰, 顺欲以其辱行无慢我, 慢, 莫半反, 庄子又曰缠慢未月, 催云银言也, 礼云纵亦也, 义约慢, 欺狂之也, 故君子道其长而小人道其怪, 道, 于也, 怪, 为非成之事, 取以自比也, 凡人有所亦同, 鸡而欲食, 寒而欲暖, 劳而欲息, 好力而恶害, 是人之所生而有也, 是无怠而然者也, 是与, 节之所同也, 目便白黑美恶, 耳便声音轻拙, 口便酸咸甘苦, 鼻便芬芳心骚, 骨体肤里便寒暑即养, 肤里, 肌肤之纹里, 养与养同, 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, 是无怠而然者也, 是与, 节之所同也, 可以为谣, 于, 可以为节, 直, 可以为工匠, 可以为农甲, 在意注措习俗之所积而, 在所积习, 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, 是无怠而然者也, 是与, 节之所同也, 为谣, 于则常安荣, 为节, 直则常微辱, 为谣, 于则常于义, 为工匠农甲则常烦劳, 然而人力为此而寡未彼, 何也, 曰, 漏也, 言人不畏彼谣, 顺而为此节, 直, 由于性之故漏也, 谣, 于者, 非生而聚者也, 夫起于便故, 成乎修位, 殆尽而后备者也, 便故, 患难事故也, 言谣, 于起于忧患, 成于修事, 由于殆尽物理, 然后乃能备知, 孟子曰天将将大任于世人也, 必先苦其心智, 劳其筋骨, 穷卧其体肤, 空乏其身, 行服乱其所为, 所以动心忍性, 增益其所不能也, 只生于忧患, 死于安乐, 外, 于违反, 人之生故小人, 无事无法则为立之见尔, 人之生故小人, 又以欲乱世, 得乱俗, 是以小众小也, 以乱的乱也, 君子非得意义临之, 则无由地开内焉, 开小人之心而内善道也, 今是人之口腹安之礼义, 安之此让, 安之莲齿于鸡, 言口腹无所知, 于, 亦于, 为其分也, 鸡, 鸡, 亦然然而, 叫, 香香而饱义, 然然, 叫貌如言反, 叫, 叫也, 才孝反, 香香, 驱饮时貌, 许量反, 人无事无法, 则其心正其口腹也, 人不学, 则心正如口腹之欲也, 今使人生而为常赌除患道粮也, 为书或糟糠之未赌, 则以至足为在此也, 而而灿然有病除患道粮而至者, 则续然是之曰, 此何怪也, 灿然, 经节貌, 牛羊曰除, 全使曰患, 患, 卷也, 以骨石于圈中, 续然, 经世貌, 与续同, 李济曰, 顾鸟不絮, 许欲反, 彼臭之而浅欲彼, 彼, 许又反, 浅当未欠, 燕也, 苦连反, 祸下田反, 长之而甘于口, 食之而安于体, 则莫不弃此而取彼矣, 今以夫先王之道, 仁义之同, 以向群居, 以向持阳, 以向藩氏, 以向安顾邪, 持阳, 保养也, 藩氏, 藩必闻世也, 以夫节, 直知道, 是其未向献也, 即执夫除患道粮之献, 遭康而哉, 言以先王之道, 于节, 知向献, 其指遭康比除患哉, 即, 独畏其, 下同, 然而人力为此而寡未彼, 何也, 曰, 漏也, 漏也者, 天下之公患也, 公共有此患也, 人之大央大害也, 古曰, 人者好告是人, 告知是知, 谜知宣知, 谦知众知, 谜, 顺从也, 宣, 即也, 或远返, 弥之宣知, 由言缓之即之也, 千语言同, 寻也, 辅寻之, 深重之也, 择夫塞者额且通也, 漏者额且献也, 愚者额且之也, 献与献同, 蒙也, 方言云尽, 为之嫌为蒙为献, 漏者额且, 献, 言彼漏之人, 额且金庄, 有威已也, 诗曰秦兮兮, 正云献, 宽大也, 下版反, 是若不行, 则汤, 武在上何意, 结, 咒在上何损, 若不行告示之道, 则汤, 武何意于天下, 结, 咒何损于百姓, 所以贵汤, 武, 见节, 咒, 以行于不行耳, 汤, 武存则天下从而至, 结, 咒存则天下从而乱, 如是者, 岂非人之情故可予如此, 可予如彼也哉, 人之情, 时欲有除幻, 依欲有文秀, 行欲有鱼马, 又欲夫于财蓄姬之父也, 皆人之所贵也, 然而穷年累是不知不足, 世人之情也, 不知不足, 当为不知足, 胜不自, 或日, 不足, 由不得也, 今人之声也, 方之触姬诸智, 又续牛羊, 然而时不敢有酒肉, 于刀部, 有群匠, 刀, 不, 接浅也, 刀取其力, 不取其广, 群, 林也, 还曰群, 方曰林, 教, 教也, 地藏曰教, 教, 辟冒反, 然而依不敢有丝薄, 约者有匡切之藏, 然而行不敢有鱼马, 约, 简色也, 匡切, 藏不薄者也, 言又负于刀部也, 是何也, 非不欲也, 即不常律故后而恐无以计之故也, 于是又结用欲欲, 欲, 至也, 或作欲, 欲, 执也, 收敛续藏以计之也, 是于己常律故后, 己不甚善以灾, 己, 亦独未起, 今夫偷生浅之之鼠, 曾此而不知也, 偷者, 苟且也, 梁氏大齿, 不顾其后, 俄则屈安穷以, 大, 独未态, 屈, 结也, 安, 欲助也, 由言屈然穷以, 安, 以解上也, 是其所以不免于动恶, 操瓢囊未沟壑中击者也, 岂时雷寿于沟壑者, 言不知久远生业, 故至于此也, 旷福先王之道, 仁义之统, 诗, 书, 离, 月之分乎, 未生业尚不能知, 旷能知其远大者, 分, 至也, 福问反, 彼故为天下之大律也, 将为天下生民之鼠常律故后而保万事也, 其长矣, 其温厚矣, 其宫圣遥远以, 古留字, 温, 游祖也, 言先王之道余生人, 其为温祖也亦厚以, 遥与遥同, 言宫业之圣, 慎长远也, 非熟修为之君子莫之能之也, 熟, 慎也, 慎修是作为之君子也, 故曰, 短耿不可以及身井之权, 知不及者不可与及圣人之言, 耿, 肃也, 己, 敬也, 为不尽于习也, 复诗, 书, 离, 悦之分, 故非庸人之所知也, 故曰, 一之而可在也, 己之一, 则悟之二, 有之而可久也, 不可重道而废, 广之而可通也, 之里乐广博, 则于是可通, 律之而可安也, 思律里乐则无微距, 反千查之而于可好也, 千与言同, 寻也, 继之里乐之后, 却寻查之于可好而不厌, 于因欲, 以至情则利, 利, 义也, 礼济曰, 圣人之所以至人欺情, 修实义, 舍利何以至之, 以为名则容, 以群则和, 以独则足, 指师, 书, 礼, 乐, 群居则获同, 独处则自足也, 乐意者其是邪, 乐意莫过于此, 福贵为天子, 富有天下, 使人情之所同欲也, 然则从人之欲则亦不能容, 物不能善也, 古先王岸为之至利益已分之, 以利益分别上下也, 使有贵贱之等, 长幼之差, 至于能不能之分, 皆使人在其事而各得其宜, 然后使却录多少厚薄之称, 却, 使也, 为时其录, 使当其才, 称, 持正反, 使夫群居何一之道也, 古人人在上, 则能以利尽田, 家以查尽财, 百公以巧尽泄气, 尽未经于事, 查, 未明其营虚, 说文云, 有胜未谢, 无胜未弃, 士大夫以上之于公侯, 莫不以仁后之能敬官职, 夫世之未至平, 各当其分, 虽贵贱不同, 然未知至平也, 故霍露天下而不自已未多, 未未天子, 以天下未禄也, 祸尖门, 御履, 报官, 寄托而不自已未寡, 尖门, 主门也, 御, 独未亚, 亚履, 逆履也, 报官, 门族也, 寄托, 寄木所以景业者, 皆知其分, 故虽见而不以未寡也, 故曰, 斩而其, 往而顺, 不同而依, 夫世之未人伦, 谁有此语, 寅以欲贵贱虽不同, 不以其宜, 然而要归于智也, 斩而其, 未强斩之始其, 若汉书之一切者, 本而顺, 虽往去不止, 然而归于顺也, 不同而依, 未殊途同归也, 夫如此, 世人之伦理也, 施曰, 寿小贡大贡, 未下国俊蒙, 此之未也, 施, 因诵长发之篇, 贡, 直也, 俊, 大也, 蒙, 独未旁, 后也, 今师作俊旁, 言汤直小于大于, 大后于下国, 言下皆赖其得也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